好了,今天我要講一件事 但你別裝了 今天我要講一件事 我沒有一個公眾性的 但我要唱衰這間店 我今天打電話去 我已經跟他說 我不需要你服務我了 因為他還會繼續服務我 我就不應該唱衰他 但是我忍不住他 因為他令我老婆受氣 又不是我受氣 出頭是斷 話說,我早兩三年 買了一張奧家華的按摩椅 那時是陳奕迅做代言人 現在我不知道 好像有那個彭于晏之類 那我買哪個模特兒呢 那時是最高模特兒 那時是四皮幾 所以今天我老婆說 今天我老婆 我老婆四年年出生 七十九歲 在我把價值三萬多元 價值三萬多元 我現在很高興 在按摩椅上跟我說 價值三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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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公道的 它是很好用的 我也覺得網友說 它是最全面的 按摩你周身、頸、腳都可以的 但其實它的皮套是非常有得更換的 其實拿回來的時候應該是難了 一買回來是新的 難了,它會換給我,就是皮套 好了,用了兩、三年 今年3月 我老婆發覺皮套已經爛了 因為我媽媽早上起床都會坐下 所以打電話去,它有一個服務部 即是換皮部 她說,我們沒有貨要訂兩、三個月 大家有WhatsApp對話,我們有樓在這裡 老婆說,好吧,我過兩、三個月再打電話 好了,上個月到了五月 老婆又再WhatsApp換皮部 她說,這隻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沒問題 6月了,再WhatsApp 那個換皮部再說 她說,因為這個是舊模特兒 其實我們很少,廠很少做的 你要訂的,又是說要訂的 我老婆說,那要多久 她說,半年至一年 即逼你買一套新的 好了,她不是逼不讓我買一套新的 然後我叫她老婆,不要這樣翻 因為我叫我老婆去換,因為我不喜歡我家裡有舊的東西 要付錢的套 好了,我老婆跟我說完這樣的時候,你給她電話給我 我已經不期望她了,因為我不想用,她說我是啤梨頻道 這樣去打他們 所以我說,算了,我不用你換了 不過我一定會告訴別人,你這間公司是垃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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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你可能是 那些人說,如果要訂的,你跟我老婆說,是不是要付錢訂的,沒有問題的 OK 你是沒有人跟進的東西 然後你說換了一個給她一年 你怎麼賣啊 你難找你這麼多錢 這是馬來西亞公司來的 去找代言人 難找你那些銷售這麼辛苦 你知不知道現在賣又有奧土,奧城,很多牌子的 很難賣,有甚麼神之手 喂 你這樣對著客人 說真的,你做一個門生意 這些是兩三年的產品,不可以兩三年 就算是十年、二十年的產品 這些損耗性的東西 你這間廠,其實應該無論如何 都會有多少免費在這裡 因為別人會換的 是吧 不要耍耍,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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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耍 你耍耍,別耍耍耍,別耍耍,別耍耍 你耍耍,別耍耍耍,但用兩三年 可能兩年還是三年,我真的不記得 我覺得 你換個皮套,你不要說本身有這些服務 賣的時候說,皮套爛了,你可以換個皮套的 就是這樣 好了 原來那個女生聽完那一輪,突然就說 我這裡不是客戶服務,就行了,不要緊 我都不跟他說 納耍耍,我現在只能夠說 歐土費,不是歐土費 不是歐土費 歐家華 屌你老母,不要再騙人 你們騙人是全家產 你這樣做生意嗎 其實老實說,我很公道 他是很容易,如果看老母,就不會慢慢用 但是你做生意真的要公道一點 歐土費,你說這個不關老闆事,那些伙計是歐土費 你老闆是你的老闆是甚麼經理 經理管理甚麼是伙計的 沒有這些說法的 你的管理差,整個集團都是歐土費的 就是歐土費的 歐土費,說真的 正常來說,如果給我 那些人經常說 啤梨,歐土費,你是老闆當然是甚麼 別人是伙計 我告訴你,我跟你說 由我第一天出來打工 我們也做過伙計 由我第一天出來打工 我的工作態度和我現在 是沒有變過的 是完全沒有變過的 即使我打工 你去問一下我留下的保安 我留下的保安 全部人跟別人說瘋狂瘋 或者這個人說我瘋狂瘋 因為我一個星期七天在 每天最少12個小時 基本的 我出去打工 直到Sogo之前 那七、八年打工,我是一天假都沒有放過 你不辛苦嗎 問題是因為我喜歡做嘛 問題是 我回到公司 比如我回來收拾東西 我就覺得最開心 就是我最 即是有些人喜歡彈結他 有些人喜歡去吊氣 我回來收拾東西 炸放一些東西 然後撈夠你們 我就最開心 不斷去想想有甚麼新貨 不斷去想想想怎麼吵齊瘋狂 很重要的 當然要吵齊瘋狂 當然要吵齊瘋狂 吵齊瘋狂你 不斷去 你老實說 如果你給我做的話 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沒有貨要訂的 那我就真的會去訂 我真的會把客戶的電話 我每一天打工 那時候沒有電腦 我就是拿回去看看這本寶 如果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就知道 每天看看這本寶 甚麼都不做了 回到公司 一坐底 真的開完招禮 就看本寶 哪一樣東西未跟 有個姓馬的 說個皮套 就打 老王 我們之前有客戶的皮套你訂了沒有 訂了你不用 我不是 我真的問問你 甚麼時候到 下個月7號 OK 就抹下下個月7號 老王甚麼時候回答 就看看 咦 陳華你叫車了沒有 一定是跟回這些東西 為甚麼 這些follow up 就往往是令到你那門生意 即使你不是獨家產品 可能你是跟別人競爭的 可能你的人不是很聰明 但是這些follow up 就是令到你那門生意 就突出來了 講到口臭了 做生意 其實是人 做人的生意 人與人 其實說來說去 不是你的產品 比別人好多少 不是這樣計算 不是你的價錢 有沒有競爭力 當然重要 當然重要 但最後都是買你的人 雖然有些客人我都尷尬 但我真的會關心他們 所以無論你是打工好 無論你是 各位網友 無論你是打工 或者你是老闆 都好 其實你要背後 不要小看那些 small difference 不要小看那些細節 就是在那邊做而已 贏贏贏這些細節 唸書 每個人都懂這些道理 為甚麼你做不到 你只會說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我一節五 星期六要回來 重點正想說 一個人 聰明是否聰明是否賺到錢 成功 其實就是看這裏 就是這樣 所以為甚麼有些人 永遠要做馬 有些人會上了位 就是看這些 所以後來我明白的 比如我在發脾氣的時候 我的拍檔的老朋友就說 喂啤梨 你這麼生氣 如果每個人都是你 就做了老闆 就是 你很簡單 我真的不明白 你那天第一 三月接我老婆的WhatsApp 跟他不跟 五月再說 我沒有 好了 又不跟 然後六月這個就說 要訂半年 老實說 你不要 你要跟進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經驗 Tommy這個 他下月就給你了 這個給肚子而已 套下去 就把椅子都給了 是不是 你耍我 說奧家華就是含家產 陳奕宋是含家產 有沒有人反對呀 沒有 我本來 我本來 你是不是為了賺錢 吵你騙救人呀 吵你 所以我現在支持祖國 以後是誰代言 這是含家產品牌 吵你了 要罰他錢 我本來都是 誰是奧家華的死全家 奧家華就是賓州 我又大年春代五十二呀 吵你了 好不好 每個人都要買神之手 什麼御之手 買歐圖 甚至乎買歐時 買大陸牌子 都不要買奧家華 都不要買奧家華 因為是騙救人的 我 奧家華 騙救人 騙救人 我這樣 騙救 騙救 如果我不是被騙救了 我就不會坐在這裏 跟你說話 很多網友未看過這個 吵你 有八年立那個 他只是這樣哄救我 又說可以換皮套 又說有售後服務 那你沒有真神向他 打電話向他反映一下 我跟他反映過 他還吵我老母 這句是批他 他就不要吵我老母 好了 大家記住 做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不要買奧家華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其實按摩器 為什麼要買一幾匹 為什麼你不出去按摩 就像我們偉大的蔡sir 就好想的 又不用打扔 是吧